Hello 各位朋友 你們好 又來到今天28號差不多凌晨5點鐘 即早上5點鐘 今天都要講講可白這個事件 這個就是講可白事件的第五條片 應該接近尾聲 沒有什麼重要的事情 之後我都不會再講 因為已經預計了他的結局 大約是5點鐘 在開麥克風說這條片之前 都是要強調一下 因為這些是比較敏感的社會問題 我是本著真心 希望可以救到他們 亦都是希望可以勉勵到 現在時下社會這樣的風氣 就應該要減少一點 即準備行走這種風氣的人 應該要減少一點 如果有朋友不太喜歡聽我說的話 就請二玉部 去隔離台就可以了 如果你想宣洩 不太滿意我的話的話 就請二玉部 過隔離台也可以 因為我說的東西是比較悶 還有比較有正能量 如果帶有負面思想的人聽到 就可能會有點頭痛 因為我說話就比較慢了 好 辛苦了大家聽了我的開場白 首先我會回應有位朋友 有位朋友 他就有一個留言 就是說 新何太就像是大陸的女人 就是做事就很準快 他用很準快 不是快很準 調轉了 說貪錢那部分 說可白一點都不可憐 我發現 不是太多人明白 我那個標題 可憐 可悲 可恨 其實這幾個字 如果有深度一點的朋友 支持小弟的朋友 都會明白 其實可憐 可悲 可恨 就是等於貪 真 痴 三個字 我因為 免得寫貪 真 痴 三個字就 好像太過嚴肅 所以將它換成六個字 為何會是這樣 就是 其實 如果是一個人 太過的貪念 貪得無厭的貪念 其實他會做出很多可憐的事 包括 給他貪的人很可憐 他自己亦都很可憐 因為他是受這些物質 金錢 去控制住他 那你說可不可憐 當然 有些太過現實的人 就會覺得 沒有問題 這是各下的理念 如果你認為是沒有問題的 就是各下的理念 我就不批判了 你都認定了 真是很憤怒 全部都覺得是負面的 這個世界 所以他才會憤怒 覺得別人永遠都是不對的 他才會憤怒 造成了很多悲劇 然後 可恨 可恨就是 關乎的痴字 就是貪真痴的痴字 痴字 其實在道德宗教上 就是代表了 知識能力有限 又或者知識能力不夠之類 就會導致 用了自己的眼光 即不夠的眼光 去批判一些比較舊的人 那你說 是不是會造成很多怨恨的出現 因為你知道 如果有眼光的人 是不會卸這些 未夠的程度的人 去批評他 所以貪真痴這三個字 就是 真是 最大的懸空 在地球上 因為人類 就是因為這幾個字 他不明白 所以 導致到 我們現在整個 人類的體系 都好像變成一種 充滿仇恨 你看到現在的世界都是這樣 我都希望這位朋友 理解到我的原意 所以他說 可怕一點都不可憐 其實不是 他中了貪真痴的三樣東西 然後他現在現任的老婆 和薪河太太都中了那三樣東西 好了 好吧 那麼 然後也說 有位朋友 不好意思 因為喉嚨仍然暈眩 也有位朋友說 為什麼新河太這些市井 你都要開麥克風去說 其實你的頻道都比較有文化 為什麼這些市井的事 你都要說出來 會不會這些 你也是在煽動中的社會 這方面我就要回應你了 為什麼這麼多KOL 要捉住他 每天 其實 當然有些KOL是為了收入 這個不太好 fair 人家是 KOL是專業在網上賺食 這些是個人的選擇 但是為什麼我會去 都說一說這些 就是因為這個牽涉到一個 整體社會的道德觀念 很重要的 一個人窮不重要 窮不重要 我都窮過 窮 你認窮就可以了 你知道自己窮就可以了 但是不要深窮 如果你是深窮的話 就很恐怖 因為你會覺得 永遠都不會足夠的 其實一個人最足夠的就是健康 而且日間有基本的生活 或者好一點的生活 那就OK的 一個人就是這樣 但是有些人不是貪得無厭 他覺得自己永遠都不足夠 我之前已經說了 就造成了那三種東西出現 另外一件事就是 我們香港的整體價值 一直在十年前 甚至乎回歸以前 其實整體價值都不是完全向金錢發展 但是現在我們香港 就變成了很多很無情的事件發生 大家看新聞都會看到 在香港殺人很容易 甚至乎 你看到陳同佳事件很離譜 你對台灣 即是沽默論如何 現在未證實到 你是不是枝解了你的女朋友 對吧 但是這些 他很聰明地走聰明 然後在台灣犯事 現在是嫌疑犯 嫌疑犯事 然後逃回來香港 然後又說 審不了他 原來可以這樣 原因是甚麼呢 我們香港 一向都不是完全為了金錢而不擇手段 以前的香港 如果開車撞死人 或者用刀捅死人 甚至乎現在的資格是很轟動的 因為香港以前是很少這些事 你數回二十年前 十年前也少了 然後二十年前更加少 三十年前更加少 三十年前我也是二十多歲 很年輕 當時很少的 報紙一說有浮屍案 或者是行李箱的藏屍 浮在海面那些 真是轟動得不得了 兩三年就有一宗大 已經很轟動 譬如那些水泥藏屍案 就轟動得不得了 但是現在你看回香港 喂 大哥 每個月都出事大事 然後那些撞傷 撞到人家的重傷 撞死人那些 可能隔幾天又有一宗 撞傷的那些 隨時每天都有 因為現在每天都撞車 那社會發生什麼事 就是因為社會無情 你現在這個新河太 可白這宗案就是 即是這宗事件 因為現在他還未被拘捕之前 或是被告之前 未必是屬於一宗案 但也是一個疑案 一個準備發生的事 整個社會因為金錢上無情 所以每個人都很可憐 很可悲 很可恨 就是很簡單的道理 除了他這宗案之外 還有 譬如 黃青霞事件 他都是因為想 總之用他虛幻的東西 就想過一些好的生活 想有多些名譽地位 那這些又是因為貪 根本那樣東西都 他想改邪歸正好 什麼都好 那你都是一個貪子 那你貪到這樣 你可以為結識而自都可以 那就是一個例子 你跟著蔡天鋒的案件 那個真正案件 那你又是因為錢 因為錢的東西 又是搞大事 但這些他們沒有想過 會影響到香港的形象 其實影響香港的形象 就是影響現在住在香港的你 我或者你的朋友 你的家人 其實是一個很大為的影響 那別人看見你的城市 這樣就不斷降級 不斷降級之後 有個人來做生意 有個人來投資 更加上現在有些人 不知為何 就很喜歡自己滅亡 很奇怪的這些想法 就是他覺得整個社會 整個社會都很開心 這些反人格障礙去到這樣 就是很蠢 這些東西 懶聰明地很蠢 然後剛剛東章又播了 阿根叔事件 其實阿根叔在新界都很出名 對不對 還有淡水鯪魚 他們養的那些 之前也有很多行家 有時拍下 有時在他那邊 他叫出貨 其實也有很多人認識他 但現在去到九十幾歲 突然間又爆出來 又是因為那些資產 就是我經常攤手 但真的無奈 那麼多事情發生 整個香港 你怎樣撐 對不對 所以我也要開咪說 這些事情因為影響到我們 就是香港現在的核心價值 都散了 我覺得是一定要改變的 一定要醒來 香港人 不好意思 嘗試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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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也要開咪說 那這件事 即可白這件事 今天28號 所以我怎樣也要開咪說一說 因為有很多KHO說 它的定期 就是今天到期 可能它有些舉動 其實我個人認為 有什麼舉動都沒有用 因為你以現在這麼膚淺的手法 就說要對抗一個銀行 還要挑戰香港的法律 那你就貪果農 又或者是貪真資裡面 其實中了三樣東西 那你怎會贏得到 就是你贏的機會率 那有沒有1% 我就不是預言家了 不過如果以我的經驗來說 你都是少於五成的 這些是不對的 現在好了 其他KHO也說 他們自己也九雅九骨 可白 他們圍內認識的人也九雅九骨 新河太圍內的人也九雅九骨 有時候我也會看其他KHO 轉播一下新河太所謂的直播 然後有些微信 或者抖音之類的東西 有些留言都挺有趣的 我就會覺得整件事很有問題 因為你看到這個新河太 其實在所謂的直播 他沒有什麼話說 他真的坐在那裡 然後隨便說兩句 然後有些所謂的粉絲 就稱讚他 又說替他很不划算 那一說到很不划算 所以其實我要說多一點 其實這件事為何會 香港和內地的反差這麼大 你看到內地都有些所謂的粉絲 很贊成他追回這些 又好像替他很不划算 其實為何會這樣 其實一開始的時候 的確這件事件是有個中資的傳媒 都頗大 其實採訪了他應該是一次 因為我只看到一條片一次 但我就不會轉載 這些牽涉到別人的版權 那裡其實訪問了一個開頭 即是說了他們結婚 很熱戀 就想拿回一部份的錢 但就拿不到 好 來到這裡就終止了 那個傳媒 因為可能他的導演 或者記者就意識到好像很不妥 就這樣就算 我看那條片是這樣 不知道有沒有觀眾朋友 還有之後的東西 我不敢說 不敢說還有之後 但我看那條片是去到這裡 不好意思 剛才因為 剪得太厲害 所以我這條片在這個位置要剪一剪 這些中資機構 他們會在國內播放 但問題是 他播放的時候 都可能是我看的那條片 即是去到那一部 追回部份錢的時候 就停了 可能是這樣 所以都很大機會 這樣就會導致到 因為國內的人 就看了之後 可能是沒有看到後面 即是後面發生的事件 但因為你知道 國內就 除了年輕的一代 他們會多些懂得用一些偏窗 現在國內都好像是 隻眼開隻眼閉 但總之是 見到就會抓 即是他們會用那些翻牆 VPN那些 在國內犯法 會去到Youtube上面 就看到Youtube上面的東西 那你在Youtube上面 現在譬如你用中文字搜尋 其實都出了很多 即是講國語的 還有它那個製片那裡 都跟國內製片的風格 是很相似 這件事 大家都應該在Youtube上面 都領教過 所以新一代國內的 他們叫網紅 我們叫KOL 就會用這些類似的形式 就會在Youtube上面製片 因為你知道 這個世界現在都是去到這樣了 如果你不是做過網 或者在網上說說話 有自己的頻道 就像小弟那樣 都很難在網上建立到一定的東西 說到這裏 就是犯不犯法 那裏 其實在國內的網絡事業 是很寬鬆的 很寬鬆 不過我看了 這個新河太 就是有些KOL的轉載 是直接進入了她的粉絲群 都偷了一些畫面出來 我看到她的那些 所謂的直播片 是整個人躺在這裏 不斷耳 口吹吹 沒有東西的 怎樣說呢 好像一個人樣在畫面前面 有點有點 又不是說賣東西 有些KOL都說 一賣東西就被人打了她 投訴到她去停 當然說那些是黑憤 其實說真物以類罪 如果你是正正常常 正正意義的 又怎會有人主動去攻擊你 除非那個人是傻的 在網絡上 總是一種米樣百種人 但不會那麼多人攻擊你 就算是不妥 主持人說話也好 最多就爆她粗 就走了 以後最多就不看 在網絡什麼人都有 能夠開咪的 隨時都要面對這些事 如果不能面對這些事 說真的也不要開咪了 我看到她 在畫面上真的沒有東西 隨便說兩句 然後有人寫一些東西 那些店舖不知真是假的 其實在國內有很多人買的 說起這件事比較嚴重 我說了她 甚至乎在鏡頭前面 不知為何會吃東西 正常如果在螢幕前面 如果做這些沒有意義的動作 其實是否真的有這麼多人看 大家用理性的分析 在這個層面 我的社會經驗 可能我也認識某些執法機關的人員 其實在國內有時地帶 都很難去查很多東西 其實有很多所謂的網絡公司 所謂的公司 其實都有部份是為了幫人花錢去做的 例如一個專手 把部份的東西洗版 其實真的有人在做這些事 《不時新聞》也有播放 有說是被拘捕了一檔的 那些叫做磁牌人 真的會拘捕 因為她是花錢 但是因為地方太大 和網絡很難查的時候 我就覺得奇怪 這個《新河太》 好像我之前那些片 希望可以救到她 說真的 我是用一個救人的心態 而開麥克風去說這些話 我發現 以她這件事 其實 都找不到多少吃 中間 會不會牽涉到這些 這樣的網絡公司 新河太 如果你看到我這段影片 其實我真的很遇重心腸去說 你會不會被人欺騙 是吧 可能有些觀眾說 她不欺騙人 她不欺騙人 都已經很好 她怎麼會被人欺騙呢 但是凡事都有可能 以她這麼聰明 有時有更多的高手 都可以真的困到她 這件事不奇怪 因為所有的案件 如果未定案之前 未上到終審 那一刻 那件案其實都是一件原案 還有機會是正反正反正反 都很混亂 所以世事是無絕對的 很多事情 為何我說她很聰明 就是因為坦白說 其他KOL都很高明 那些專業的KOL 真的天天在看著 而且真的有些人 她都頗得閒 說真的 日報夜報著她 她的行蹤 又說會突然間 又晚上回來 然後第二天又離開 那些 這些我不在現場 不可以說她是真還是假 不過先信住 先聽住 如果她真的沒有做過 她都會否認 但她在某個Live都說 是的 回到來是為了探望我兒子 我不在現場 不可以說她是真還是假 只可以說暫時知道她是這樣的 所以我覺得她們有預謀 有鋪牌 她越做這些東西 就代表她們越聰明 這麼聰明的東西 對不對 好像我上一段影片這樣說 你是否聰明那一頭 真是拿到白卡 如果真是這麼聰明 這樣就出事 你越做這些就越出事 她因為鋪牌到怎樣 因為可白 你回到來 住過香港的賓館仔 賓館仔也要錢 因為她現在被人追著 她就不可以在那間屋子逗留 那麼久 那顯得很奇怪 即是你立即離開 第一有預謀 因為你有鋪牌 如果沒有鋪牌 又怎會做這些事 有鋪牌 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 咦 死火了 即是她沒有人投靠 即是可白 不知道為何身邊沒有親戚朋友 即是沒有人投靠 這個新河體 亦都沒有親戚朋友投靠 才會做這個舉動 那就大件事 你都沒有親戚朋友 你都是孤軍作戰 你怎樣去挑戰社會全部東西 這件事 我覺得她們是聰明那一頭 即是聰明反眉 聰明誤 有事 第三件事就奇怪了 他回來 你這麼好的組織回來 你回來是為了甚麼 你為了探兒子 我又看不出他是不是真的為了探兒子 因為你如果真的要探兒子 他也說是18歲 而且他也很奇怪地 願意雙宿雙妻 兩個人就回大陸 然後就留下18歲的兒子 就在那裡 這麼奇怪 你如果真的有無愛 後父真是親戚過小孩 不要當他小孩 即是親戚過後繼的兒子 即是你當他是兒子 反正這個可怕都沒有兒子 就當這個兒子 但也不會是這樣 走來走去為了避嫌 或者說什麼 你留下兒子來做甚麼 那真是害了兒子 你現在看到他的兒子 是做那些事是很嚴重的 即是 即是 比媽媽更聰明 我之前那幾條片 都說很想去救人 現在看到 就可能要痛擊到到谷底才行 也祝他們好運 在這裏 然後這個新賀太 其實他所做的舉動 甚至有些KOL 他背後是不是有一個集團操控他 這種東西或者是存在的 為什麼呢 他由之至終都這麼淡定 即是我之前的片段也說過 我看得出他肯定是有一個後台 又或者是有一個新賀 他才會這麼淡定 否則不會這麼淡定 他越做這些事情 如果以我的分析來說 就是他越做了多這些所謂的淡定的事情 其實代表了他越無知 其實他的潛意識是很害怕的 他越害怕才要做這些事情 因為為什麼呢 通常一個人害怕的話 他會做很多無謂的事去掩飾他 有時是假裝大方 有時是假裝瀟灑 有時是假裝快樂 他現在就應該假裝快樂 其實他一點都不快樂 因為他的人生裏面 所謂的丈夫 現在表面就說 查他有兩三日五 其實他有幾個男人 我們真的不知道 因為可能 可白才知道 因為可白是驗明他的身體 可能這樣才知道 有機會 因為可白都不是一個普通的人 可以維持到這麼久 這段關係 我都很覺得 這個老人家真是堅醜 大哥 你又心思細密 是不是呢 又可以頂一順一個這樣的人 那是不是物以類聚 變成同類人呢 這件事沒有辦法了 如果變成同類人 真是要預計的結果就是 第一 你就要面對整個社會 然後面對整個陰暗面的失落 然後可能 你之後損失的東西 你就很不開心 因為你 都是有機會 不是靠自己雙手找回來的 你再損失了的時候 你就很不開心 然後還有就是 可能有些官非 這件事 應該都隨時發生了 這件事 但未實在發生的時候 我就不可以說定 因為如果你說定 就變成先知 小弟就不是了 小弟就不是先知 不過已經預計了他之後 也很不空 因為為什麼會這樣說呢 因為香港的時間表 是這樣的玩法 五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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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一是大陸的國慶 他就不會特地去搞你 還有也是假期 安排到六月 六月頭 六月頭我都發現 好像沒有什麼動作 這樣就要過了七一 香港的時間表是真的 因為七一是回歸 回歸的慶典當然不想讓你佔風頭 好 等你 過了七一 七一到八月 八月又有空下時間 八月底 香港開學 又沒有空去應酬你 然後到十一 國慶更加不會應酬你 所以時間表就是這樣去 然後十一過了之後 又來了 如果逃過八月頭的話 亦都逃不過十月底 因為國慶是整個月的 十月底11月頭 十二月又不會 因為聖誕 要是聖誕之前就搞定你 然後到一月一日就完蛋 這樣就不會搞定你 然後在過農歷年之前 看看又放不放過你 香港的時間表就是這樣玩 基本上 所以有些想犯法的人 他就會利用這些空隙 他就反過來 利用一些慶典的空隙 就是去困人 然後就避免那些不是慶典的日子 現在看到新河馬是認識這些東西的 可能那個行遍界 那個行遍界 他真的認識的 這個我就猜一下 猜一下應該沒有隨的 但是他面對的事情都挺麻煩 如果你說只要他交出一間公屋 其實這件事他事先是做了一些功課 為什麼他死都不肯加可白的名字 為什麼呢 你可白如果還有錢或還有物業 就像其他KWL說有物業 這個我又不可以證實 為什麼呢 因為沒有真憑實據 只是片面支持 但是我懷疑他也是沒有這些東西的 那麼這個新河太 加他的名字又怕出事 不加他的名字又會出事 還有都突顯到了 說真的 如果你真是兩夫妻 又怎會做這些說不加名的事情 如果你真心 我一個人就跟他死過 死過的意思是說 就算你是老 我以後都會照顧你 這些叫真愛 但是遞不出事 好了 接著國內那些 喂 可白反去 會不會又有個家名在這裡 加上他的名字 你以後住在這裡 亦都看不到這些東西 糟糕了 其實這些東西真的是糟糕了 那間公屋那裡 很多人都說 喂 收不收到他呢 這些呢 就交給局長 是的 但是你說要收他 他都要經社署 因為為什麼呢 他有個 所謂的兒子在這裡 那兒子到底有沒有資格 在社署那裡 申請到一個 單人的註冊呢 因為你就算現在的護主是新河太 那個名字 你證實到他是有物業的那些東西 那你是不是抓他 詐騙的那些東西 有機會是這些東西 如果有證據可以裁判他 但是他的兒子又怎樣呢 他的兒子又未去到刑事那些東西 如果他是刑事了 可能是抓他又判他坐 他又有一個地方住 如果只是叫河馬 交了一間屋出來 他的兒子也會安置 他隨時又會跟社署說 我現在的兒子沒有 去哪裏住 可能是房住那些 又或者是寫住那些 安排中轉屋 之類的 他怎樣都是有一個地方 即是啞了 這件事就比較複雜 即是有機會上庭 就等個官判 那樣東西 這些我們一般的觀眾 也都不要挑戰法律 亂說這件事 留給法庭又或者是警察 甚至乎是司法機關 應該這樣說的政府部門 譬如房署 社署那些做事 這些就要等他之後的發展 所以我這條片 就 都是 講過 他現在未發 即是預測他未發生的事 就是我剛才說的那一段 其實他這個情況 我都想在這裏 我都想帶一個訊息給普羅大眾 社會的人越知道越好 所以 希望大家可以分享我這條片 真是說真的 這條片在我最後這裏 講這個項目是很重要的 其實我們現在香港 在香港殺人放火 不知道為何很慣常 每個人都好像魔鬼上身 一來就殺人 你剛剛看到的情況很恐怖 那些情況 譬如在地鐵站後 你都可以因為勞氣 然後身上不知為何會有把刀 會刺人 人家也有 你都想說 大哥 你整個社會 所以我都在這裏斗膽 有一點提議 其實你香港現在搞成這樣 我們應該要怎樣整治社會 其實我們香港有一個 叫三顆星的系統 就是永久性香港居民 其實這個系統 就被人真的拿了灰色地帶 因為他以為你是三顆星 以後都是三顆星 其實在以前的社會 某些地方都會做少許舉動 就是關乎一些罪犯 看看罪犯到一個程度是怎樣 例如殺人 放火 或者異童謀殺 其實可以將這三顆星 就是一犯這些重罪 就將它減掉 變成普通的居民 你普通的不是永久居民的時候 就對社會比較公平一點 這個我很斗膽去分析一下 因為為什麼呢 這個是真的有少許阻嚇性的東西 因為你沒有了三顆星的時候 其實社會的資源你就用不到 用不到 譬如你要拿屋 是不是真的拿到呢 這樣東西是方便了審查系統 喂 現在真的整個社會都玩了 雖然香港一向都很自由 很多東西都一隻眼睛一隻眼閉 總之你不要搞事 即是不要玩過派對 都是算了 但問題是 現在的確是很失控的 普通的人都會用刀去刺別人 喂 大哥 這個是什麼社會層面 你這些這樣的商人 那些官員如果是判了出來的時候 其實是否應該 我們有一條界在這裡 是可以撇掉他的三顆星 又讓他知道 你沒有了三顆星之下是怎樣的 這是我們整個社會和諧的 可能是其中一個再和諧的共識 起碼你整個社會都知道 有一個這樣的公眾刑罰在這裡 所以整個社會就再一次希望可以團結 你現在新加坡為何仍然這麼嚴 就是因為它要勒著人的劣根性 你看現在新加坡是否搞得多好 有時候我們香港不是很差 其實我看到是那些人的口說到香港很差 如果香港很差的話 早就滅亡了 也不會有新河太這些下來 我要死瓦爛瓦 要下間屋 總之什麼都要想一條路出來 然後找找香港過橋 喂 大哥 我們在這裡 說真的 都做了那麼久 好聽一點 都是貢獻了社會那麼久 我看到這些現象 真的覺得是要做事的 其實整個社會都要做事 你要團結 大眾市民 你不團結 其實整個社會都會被這些人利用 然後你就不會很辛苦 因為你要為了這些人 到底我們的香港以後是怎樣 所以由他們這個事件 我一共連著這條 就拍了五條片 希望各位朋友有興趣 他們又回到去看看 以前說過的事我就不重複 至於他們說28號發生什麼大事件 其實都沒有什麼 因為他們已經到底了 之後下來都是一些麻煩的事 對他們來說是麻煩的事 對觀眾朋友可能是高興的事 因為可以吃花生 不好意思 我們下條片見 如果他們沒有什麼大的情況 我都不開咪 說他們 因為都說了很久 我覺得他們這件事說真的 你吃花生都吃到差不多了 如果他們有大事件 我才開咪 然後我下一條片 我講Funny Talk這個系列 我會否一否釋 屯門那宗意圖謀殺 就是老婆和三個女兒 希望可以開盜到社會 好 我們下條片見 我的頻道裏面 就有其他事情 就是我陸陸續續這樣做 就是有帶大家去看看風景 接著有我會講一下歌 現在就開始講一下電影 甚至是一些時事的東西 電影那裡是辛苦一點 因為電影 真的要講很長時間 時事那些都會講多一點 多謝大家支持 我們下條片見 拜拜